小郎阿本茶阿南昨天傍晚发生司机退车撞倒女童的可怕意外 但庆幸的是被撞的五岁女童只是受了轻伤 送院治疗后今天早上已经出任 根据网络流传的秘露电视画面 一辆停放在电污前的韩国现代轿车突然急速倒退 不仅撞破了商店的落地玻璃 还撞上了一名正好在五角溪的五岁女童 瓜学景区副主任莫哈莫安比亚表示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30多岁的赵霍南司机 当时正要接送在幼儿园的孩子回家 不料却在退车时误踩油门 导致轿车急速往后退 直接撞进了宠布店还波及一名五岁女童 所幸女童只是受了轻伤 脸部留下几道壮痕 送院治疗后证实伤势稳定 今早获准出院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四三之一危险驾驶 导致交通事故条文调查这起意外 不一会儿 您无法通过来 您的广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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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可能会想到您的广队 您的广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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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